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话一出把刘备吓得够呛 连筷子都掉在地上 但刘备能装也会装 他知道曹操在窥探自己的志向 在惊慌的一瞬间马上恢复常态 并向曹操表明自己并没有争夺天下的野心 只想一心匡扶大汉 协同成像一起灭掉各路诸侯 曹操一看他很虔诚 又胆小的样子 也就不再难为他 放松了警惕让刘 被逃过一劫 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 刘备的厚黑靴运用的 极好帮助他成就了大业 但刘备走后棋子刘产 真如史书上说的那样 昏庸无能复不起的阿斗吗 其实我们要从当时的历史环境来分析 不难看出阿斗并不昏庸 相反跟他爹一样 也是一位厚黑学的高手 刘缠即位后 诸葛亮辅佐他有十一年 诸葛亮去世后 他在其他贤臣的辅助下 做了三十年皇帝 猜脑了群雄歌剧的时代 证据动荡不安 刘缠弄在位几十年是有他的过人之处的 在诸葛亮准备北伐时 刘缠就提出不赞成北伐 并列举了目前种种不是以北伐的条件 但急功亲切的沃隆先生 怎会把这个晚辈的话放在心上 作为一位蜀汉的开国元王 在朝堂上的名望地位极高 刘缠只好作罢不再相劝 诸葛亮北伐中原石用人事物挥内斩马素 刘缠并未怪罪诸葛亮 反而安慰说 胜败乃兵家常事 可以看出刘缠身知 军臣不合 必有那边的道理 在后来诸葛亮命散武藏元后 刘缠宣布立刻终止北伐 实施养民生息 发展国内经济 依据三国志记载 刘缠除了刘缠之外 还有另外两个儿子和一个义子 刘缠是甘夫人所生 而甘夫人只是个妾 死得又比较早 在选太子方面没洗到任何鼎立作用 如果刘缠真是人们所说的那般愚钝 吃傻 智商方面不如他两个弟弟的话 那刘备不可能会把未来储君的位置留给他的 在刘备生前诸葛亮曾多次在他面前 夸奖刘缠非常聪明 谦虚 另外是学家裴宗之 也评价刘缠后主之嫌 于是乎不可及 刘缠在位时还废除过丞相制度 任命大将军费为主管军事 监管行政 命大司马蒋缠主管行政 监管军事 让他二人全力交叉 相互制衡 后来讲晚去世后 刘缠逐步收回这些权臣的权力 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 这种手段我想不是一个痴儿 呆子能 想出来的吧 种种迹象可以看出刘缠并非扶不起的阿斗 只是在当时的环境下 他还不能及时做到 用权力来治理国家 欺负刘备病史脱孤之后 国家内外大使都由朱格亮做主 无形中把阿斗架空了 在没有权力的制约下 哪位老臣会把一个矛头小的放在眼里 所以刘缠一直隐忍着 熬到这些老臣们一个个战死 老死他才有机会当一回真正的君王 此期间他确实做过很多改变 权力一点点的掌握在自己手里 无奈当时的魏波斯玛家族后来崛起 登上历史舞台异常强大 很快灭了那幽外观的朱汉 只能说刘缠生不逢时 要是再给他几年时间拥有了真正的权力 重新整顿下朱汉 我想也不会很快灭亡的 版权声明 文章连与网络 如亲权请联系则编投稿信箱 tgfweizy.cn 欢迎您原创投稿 曾国藩家书三国人已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费 但编坏